今天來參加這個愛心核酸 分享此刻的心情 對啊 好開心喔 我們在歲末年中的時候 然後今天有點冷搜搜外面下雨 謝謝所有的朋友 所有媒體朋友 謝謝你們一起來共襄盛舉 然後我們一起呼籲大家 在歲末年中的時候 一起跟著華山老人基金會 然後一起寒冬送暖 幫助這個弱勢的長輩們 一起寒冬送暖 給他們年菜 就是送了500份 為什麼選500的這個數字啊 500份這個數字 我沒有特別覺得這個數字是 我只是覺得是跑轉引力這樣子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一起 因為昨天剛有看到 就是Hibi的外公 有獲得新竹縣的行男志工獎 真的喔 我外公昨天獲得行男志工 副市長頒獎給他 真的啊 外公是也算是仁瑞等級的 102歲的長輩 然後其實華山基金會除了幫助所有 失醫失靠失能的老人 一直在每個地方有很多個站 幫忙著他們 協助著他們過生活 當然他們也很鼓勵百歲人瑞的老人 可以多出來活動 比方跳舞啊 或者是做很多 對他們有益的活動 像外公有時候就會去醫院當志工 幫忙量血壓 然後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事情 讓他就是更靈活維持 生活的狀態是很好的這樣子 最近有回去看外公嗎 最近 我上次回去看他是什麼時候 是中秋節 中秋節 對 一起吃飯 對 他喝兩杯 外公102歲還可以喝兩杯 就是因為他保持開心的狀態 然後也有常常出去跳舞 唱歌做很多活動 那外公會聽自己的歌嗎 自己的歌 喔我想說 外公你的歌 會會會 外公會聽我的歌 也很注意我的新聞 他每天早上都會看報紙 所以他有時候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新聞 他最近除了做愛心啊 那在音樂方面有沒有什麼再更進來 比如說新專輯的部分 新專輯 反正現在已經年末了嘛 然後2023年有交出了一張自己的單曲 明天還是會繼續 因為就是喜歡音樂 喜歡唱歌 所以還是會繼續希望有音樂作品 可以推出給大家 所以還是先以單曲為主嗎 還是說 嗯 嗯 不知道欸 就是如果可以專輯 那當然希望可以有專輯 但是如果沒有專輯 單曲是 也是很不錯 慢慢來這樣 對 對 那音樂家做愛心 有沒有想要找些兩位好姐妹一起來做愛心 有他們其實在我們三個人SA區 其實在公益啊 不同的弱勢單位團體 我們都會請盡我們的心力 希望可以幫助這樣子 然後呼籲大家就是付出一己之力這樣子 我相信他們一定也關注各種弱勢的部分 跨年還看得到Hibi嗎 跨年看得到我嗎 嗯 說在螢光幕前嗎 可能看不到 所以今年就是沒有 參加什麼任何的跨年 今年目前沒有跨年活動的打算 那打算跟誰過嗎 還沒有特別想 可能跟家人吧 爸爸媽媽 對 就是關懷長輩 那最近粉絲也敲完 就是大巨蛋 可不可以等到Hibi上去 哦 大巨蛋 如果有機會 我也會很開心啊 今天剛才是阿信的神的 你有沒有跟他傳訊息給他一下 哦 我是平常私底下好像不會有特別跟他訊息 祝他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了解那平常Hibi都怎麼維持唱功的啊 因為之前那個連辦的無唱演唱會也是 就是超級好聽 謝謝 就是喜歡喜愛 就發自內心的喜歡唱歌 我覺得在舞台上有歌迷願意來聽你唱歌 然後可以透過歌聲表達自己的感受 其實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對就是陶醉投入在其中吧 對 那因為五月天最近就被粉 就是一些黑粉就是質疑 然後粉絲都很心疼 那你自己會不會覺得就是 可能啊歌手準備表演也不容易啊這樣 對啊就我會覺得想要祝福所有熱愛唱歌的歌手 因為我自己也是歌手嘛 我想要祝福歌手們都有很健康的身體 很好的狀態可以去享受舞台表演 那我自己也是粉絲 我常常也自己購票看各式各樣的演出 我覺得看我也可以體會觀眾的心情 然後我就祝福所有的觀眾 在看演出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台上那一份真摯的情感 被打動的感覺這樣子 嗯嗯 好 也被你打動了 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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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那會不會擔心說 因為現在其實有官媒 中國那邊有官媒 他們就直接出來 就是說要去查五月天的這個假唱事件 那會擔心說 可能未來台灣的藝人在中國的發展 會受到什麼 我們差不多了 對對對 好謝謝哦 謝謝